关于迪士尼动画中的经典人物 人们总是有着很多幻想 当迪士尼人物走进现实 会是什么样子 其实在现实中就有不少长得像迪士尼公主的人 本期大课看齐文话题 六个看起来像迪士尼公主的孩子 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梅丽达 哪一个公主头发乱糟糟 除了刚睡醒的安娜 我能想到的就只有梅丽达了 虽然她是皇室的小公主 但心向自由勇敢无畏 然而在梅丽达包尼高 有一个与她相似的女孩 女孩跟梅丽达一样 有着一头红色的卷发 而且整个人与梅丽达的气质相似 同样大胆勇敢 是心目中的梅丽达没错了 据说女孩是受到梅丽达启发 性格从内向转变为勇敢 爱莎 作为迪士尼近来最受欢迎 动画电影《冰雪奇缘》中的女主角 爱莎公主不仅天生掌握着强大的冰雪魔法 其不依靠王子独立独行的女强人形象 更是深入零星 从小孩子到大人 都疯狂想要成为如此漂亮的爱莎 不少女孩就靠妆容成功变成了爱莎 莫安娜小时候 2016年的海洋奇缘中 莫安娜是一个 玻丽尼西亚部落酋长的女儿 是迪士尼的第一位玻丽尼西亚公主 莫安娜小时候非常可爱 圆圆的大眼睛天真无辜 然而这个小女孩与小时候的莫安娜 实在是太相似了 拥有着迷人的眼睛 充满可爱的笑容 长发公主 长发公主的故事从小深入人心 在迪士尼公主中最特别 就是欢迎排行榜中一定会有她 然而在现实中想当长发公主 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11岁的爱莎 还真是现实中的长发公主 她的头发长达一米 直接垂到小腿处 让人羡慕嫉妒恨呀 而16岁的诺兰 同样让人流下羡慕的泪水 她的一头长发打破世界纪录 据说她已经留了10年的长发 头发从头顶垂到地上 所以诺兰也被称为印度长发公主 在俄罗斯一名女子达西克 古巴诺娃 留了整整13年的头发 至今头发已经长到小腿 成为过真价实的真人版长发公主 这一头棕色的卷发 让她看起来太鲜了吧 那么大家最喜欢哪个角色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